哈喽,大家好,我是固画桑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续赛期,我们聊了魔女之理 多少把第六话的故事后呢 今天这一期,我们就去聊魔女之理 第七话和第八话,Helena的冒险故事吧 诶,本来我是打算要这么说的啦 但后来我又发现到呢 魔女之理第七话的故事 要表达的意思也是蛮多的 如果和第八话一起讨论的话 节目整体内容会有点奇怪啊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单独聊聊 魔女之理第七话,Helena的冒险故事吧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提醒大家 今天这期的节目会全程剧透 请观众朋友们仔细考虑 才观赏接下来的节目哦 第七话故事有两段小故事 故事主题分别是 礼席者明克之弊和彩葡萄的少女 首先我们先聊前者吧 礼席者明克之弊是讲述 在过去有一位魔女来到了 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 为了大家方便 我们暂且把奇怪的国家 称呼为墙壁之国吧 至于我一称呼她为墙壁之国的原因是 明明是一个国家却在中间隔了一道墙 使得原本是同国的国民一分为二 互相抗爽 在这里我们把这两派分裂的地方 称呼为城镇A和城镇B吧 魔女正在观赏这道墙的时候呢 突然城镇B的市长 就向魔女介绍墙的来龙去脉 并且表示不想输给 墙另一边的市长管理的城镇B 魔女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向城镇A的市长 借了一把小刀 然后在墙上克制 并表示只要让 离席者在墙上克制的话 就可以让大家知道 城镇A比城镇B办啦 后来魔女也对 另一边的城镇B说了一样的话 两边的市长就采用了魔女的意见 让离席者在墙上克制 看哪边的墙壁的克制 最多谁就受欢迎啦 结果克着克着 这皮皮无奇的墙壁 竟然变成了 米克的观光理由胜地啦 而这位魔女就是女主角 Helena最喜欢的冒险小说 《尼克冒险记》的女主角 魔女米克 我相信这次 一定还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很奇怪 诶 为什么这位魔女米克的外面 看起来长得特别像Helena 其实官方已经暗示 哦不 我不应该说这次暗示 而是名字 魔女米克就是Helena的妈妈啦 其实过去在一些场景 就有几处暗示 魔女米克的真实身份啦 顺便一提 弗兰老师的师父就是魔女米克 更有表示 有人把弗兰老师弄丢的小说 当成是《尼克冒险记》的续作出版 虽然都要把并没有明确表示 魔女米克就是Helena的妈妈 以及魔女米克和弗兰老师是师父关系 但是你们给的暗示太明显 过头了好吗 好离题啦 我们回来吧 多年后呢 又有一位魔女倒反了墙壁之国 而终于嘴巴一直懒懒着Helena名字的短发 东发少女到底是谁呢 对 就是探知魔女Saya 就在Saya正在挂扎着 充满旅行者雕刻的墙壁时呢 承承A的师长就上前 与Saya收着墙壁的日常 已经渐渐退去了 想要换另外一种方式 让这道墙更出名 Saya听了师长的想法后呢 就突然向对方借了一把小刀 然后就疯狂在墙壁刻上Helena 诶诶 等等 怎么他的Helena 可能逼着比起Saya更加严重的感觉啊 接着Saya就向司长提议 把这道墙改成 连墙壁之国的人民 也能把自己的心意雕刻在墙壁上 后来Saya也将墙壁的另外一面的 承承逼的司长提出了一样的意见 两位司长就决定缠纳Saya的主意 使得此门的墙壁 再次成为了日常话题 过了不久后呢 又有一位魔女前来墙壁之国 而这位看起来 楚楚可怜的白发美少女又是谁呢 对 也就是女主角Helena 由于在尼克冒险期有详细记载 墙壁之国的事迹 所以Helena很期待可以看见 那充满礼奇者雕刻的墙壁 但是当Helena来到的时候呢 墙壁之国的墙已经被敲碎了 而两位司长也问了Helena就是魔女尼克 但后来发觉欧百比起之间太小的关系 所以误会就解开啦 卧槽这两位司长是搞白嫩嫩的吧 原来是说Saya提议 两位司长让人民把自己的心意雕刻在墙壁上 确实又占度以发了入潮 但后来人民因为自己雕刻的心意无法实现的关系 使得大家都把气出在墙壁上 更有人前来要破坏墙壁 但他们破坏墙壁的达尔 也同时看见双方城镇的Gibi也做了一样的事情 就在此刻 城镇A和城镇B的Gibi产生了羁绊 便利用手把墙壁拆除啦 使得也本分裂的两派城镇再度成为一个国家 虽然Helena她无法看见 旅行者雕刻的墙壁表示遗憾 但最后得生两派的城镇和好 也算是一件可心可恨的结局啦 在前篇故事的最后呢 Helena买了一片墙壁的瓦砾当成纪念品石 她发现到瓦砾刻着Helena 而这次就是萨燕前不久疯狂在墙壁上刻出来的啊 如果Helena知道这次是由萨燕刻出来的话 我相信她应该会直接当场丢掉吧 好 接下来就是后八段的故事 《采葡萄的少女》 其实这段故事和前八段一样 也是讲述两派居民的纷争 只不过这一次的故事舞台并不是国家 而是一座村庄 故事讲述Helena来到了 以量造葡萄酒而闻名的村庄 但由于发散了一些色衣撒的纷争 所以就被分成了两派 这边的村庄以及那边的村庄 由于为了节目方便 我们还是抽为村庄A和村庄B吧 一连那拜法的村庄A 并与村长交谈 原来两边的村庄是量造葡萄酒的竞争对手的关系 所以使得两边的村庄关系并不是很好 而村庄也很讨厌村庄B的领导人 因为村庄B的领导人是大美女 加上对手的品牌又是 葡萄酒是由身材好的大美女 踩之而成的为主要宣传 所以村庄A的村庄 对于村庄B的商业所段感到非常不爽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是这位村庄想到是有美女的脚 压制而成的酒就觉得很莫名的兴奋 Helena就提议村庄不如也学村庄B一样 也叫美少女踩葡萄吧 结果Helena万万想不到 村庄早就打算要让Helena担任她的品牌看板娘啦 结果Helena换上了 哇 这这这这这服装 后来村庄B的领导人也就是大美女前来挑剥村庄A的村长 毕业嘲讽了Helena的身材 气得Helena火冒三丈疯狂踩葡萄 并把她踩葡萄的样子给拍下来 话说这看是要杀人的看板娘真的可以吸顾客吗 但也因为Helena体验了踩葡萄的过程 那Helena怀疑村庄B的领导人到底是如何大量生产葡萄酒的 结果他们就偷看村庄B的葡萄酒工厂 发现竟然是强壮的凶贵们正在卖地踩葡萄啊 他们就把美女领导人给抓起来 并哭着表示他们的酒竟然是凶贵踩出来的啊 喂喂喂你们不是竞争对手吗哭什么啊 结果村庄就生气抓着葡萄酒往别人的身上扔了 双方就开始起冲突朝着对方互相丢葡萄啦 就像大家丢葡萄的当儿Helena刚好喝醉酒 她就使用魔法斑权的切副抓着葡萄的男子 朝着其他人的发现进行激光枪式的扫生 结果除了Helena以外呢全部人都被葡萄砸晕啦 村庄起来后发现魔女不在啦 而双方的关系也从这早晨开始改善啦 从原本关系不好的两别村庄 变成了居民同心合力创造好喝葡萄酒的一座村庄啦 就这样Helena在魔女之理第七话的冒险故事到这里结束啦 好以上就是魔女之理第七话的故事大干 虽然说第七话是采用两篇大延剧的巴士 讲述Helena的冒险故事 但如果大家仔细刮撒第七话的前后篇的故事的话 其实这两篇小故事具体背景都是发生在一家两派的纷争事件 只不过全是一国两派或者是一村两派的差别而已 而且两者要表达故事里的意义我觉得是一致的 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不管是两边的市长为了谁比较厉害吵架 还是两座村庄为了葡萄酒的竞争而引起争执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为了因为自己是对的 而导致看不见对方的努力下而导致纠纷的 其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一样 不管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朋友 我们偶尔也会觉得自己在某种擅长的地方特别厉害而感到自满 这是很正常的 但我们会不会与此同时会在没看见对方的行动的前提下 就认定别人就不如我们 而导致双方的关心闹僵呢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双方没有实际进行交流而导致的 像我们家墙壁之国一样 如果双方的人民没有把墙壁给打碎的话 那他们就无法像剧中一样正眼看过对方一眼 永远都活在自己很强 自己永远是对的生活圈子里 所以《魔女之旅》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 每个小故事都有它的意义处在 而且最近的故事也是十分的欢乐 我看的时候也是很开心了都忍不住想要与大家分享了 屈里斯不要再突然来个黑暗剧情了 好那大家对《魔女之旅》第七话又有什么感想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分享我的视频 也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继续追踪我的节目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是顾巴桑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